每天看到这么多确诊病例和死亡个案 让大家心情都很沉重 不过在疫情当中也有平安康复的病例 增强民众对台湾医疗的信心 慈禧医院又一位新冠肺炎重症病患 经过长达一个月的医疗照护 顺利出院的好消息 让家属和医护团队都感到相当振奋 终于离开家户病房 被昵称为安全帽阿姨的林阿嬷 被主治医师紧紧的涌在怀里 家户病房度过二十几天 两度插管跟死神搏斗 终于战胜新冠肺炎 林阿嬷说好像又重新活一次 当我醒来的时候 我感觉我仿路人生常来一次 当我醒来的时候很感动 因为护士在旁边一直安护我 在家户病房插管清醒的时候非常恐惧 但林阿嬷在医护人员温柔的鼓励下 战胜新冠病魔离开家户病房 阿嬷拥有忘不了主治医师在重要时刻 给她温暖的拥抱 那个医生们就抱我 我也觉得好温暖 非常非常温暖 那我觉得没有距离感 他们在痊愈期会需要 也是需要大家的鼓励跟支持 那他们如果已经都解除隔离 那也都验不出病毒量了 其实也不用特别去 就是担心会被他们传染 帮医师戴上自家卖的安全帽 林阿嬷为了感谢医疗团队 所有医护人员通通送上一顶安全帽 出院后还打算开始吃素 加上院方的中药条理 希望能在最短时间恢复健康 让生活回到正轨 记者 中华报道